8月18日由香港著名导演于仁泰指导 郑少秋 郑一剑 周一鸣等主演的电影 中烈杨家将在北京举办了开机发布会 与之前曝光的演员阵容不同 在这次发布会上 影片监制黄柏明正式宣布 原定由古天乐出演的杨大郎一角 将由郑一剑接替出演 而古天乐则是因伤遗憾退出 医生说他一年之内不能拍工作片 一年之内 要收拾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可以拍一些文戏啊 史剧啊 这些武打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最初他受伤的时候 我们停了一阵子 看看他的伤势是怎么样 要是不是太大问题 我们可能等一个短的时间 那么现在就等都不能等 所以我们马上要化 尽管说古天乐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但在星光度方面 由周渔民 林峰 吴尊 傅新博等 组成的杨家将阵容可是毫不逊色 与前不久由张博之刘晓庆主演的 杨门女将相比 这次于仁泰导演的中烈杨家将 显然更具杨刚之气 再加上几位男主角的个人号召力 使得影片还没开拍 便已锁定了一部分观众群 各有各的 他有他的观众 我们也有我们的观众 你看那么年轻的女孩子啊 女性观众啊 都那么起哄 那么兴奋就知道了 在这七位杨家将当中 要属宰在周渔民和吴尊的人气最忘了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 二人多是出演一些偶像剧 而这次两位花样美男 即将挑战壮烈的战争场面 不知这二位是否有信心出演好角色呢 我真的觉得我们戏里面要求什么 我们演员就是配合 而且你越配合 你越有那个味道 这是我自己演戏以来 我觉得最好的事情 等你们看到那个戏里面的造型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觉得每个人的造型都特别的震撼 对然后看得非常有感觉 奇异娱乐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